你知道在台北市大安区的大安森林公园树上 竟然也有老鹰竹巢吗 而且最近在台北市生活的老鹰家庭 正在执行他们的重大育除计划 在现在科技发达的世代 我们甚至只要简单打开手机 就可以见到他们照顾鸟宝宝的精彩又珍贵的画面 大家猜到我们这一集要介绍的猛禽是谁了吗 没错就是属于台湾特有亚种的凤头苍蝇 在今天的影片主题正式开始之前 如果你也喜欢动物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创造自媒体的第一本动物图鉴吧 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爱台湾的杰克 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动物图鉴 所要来介绍的鸟类是在都市也很常见的猛禽 凤头苍蝇 也是鸟界的小小直播主哦 所谓的凤头苍蝇在科学上面的分类 属于动物界即所动物们 鸟缸、鹰型木、鹰科、鹰鼠的凤头苍蝇 它们的体型在老鹰界属于中型鹰 体长大约40-48公分 而健康的母鸟、乘鸟的体重大约是落在450公克以上 而公鸟的体型比较小 大约的体重是坐在350克到400克 根据台湾猛禽研究会的资料显示 母鸟大、公鸟小这样子的状况 有一个很特殊的专有名词 叫做逆磁熊二行性 简称RSD 有些猛禽的RSD现象比较明显 在台湾常见的猛禽里头 例如凤头苍蝇、油准、熊蝇等等 还有像是在台湾比较多人饲养的猛禽 哈里斯英 虽然它们是进口的 但是它们的公母鸟体型也有差距 但是有的猛禽就比较不明显 例如上一集我们所介绍的灵脚箫 还有未来会跟各位介绍的大观旧等等 虽然有些猛禽有着明显的RSD特性 但是两性的体型也是有重叠的灰色地带 像是刚出生的小凤头苍蝇 主要靠语色做性别的判断就比较不容易 因此这个时候DNA的检测 就会是比较可靠且客观的方法 身为一种猛禽 凤头苍蝇的鸟绘以及爪 当然是弯曲而且相当锐利 脸部的颜色呈现灰色 猴部也就是颈部的地方 它的羽毛会呈现有几条白色以及黑色的交错 身体的背部以褐色为主 飞行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它们蓬松的尾下腹语 尾巴呈现褐色并且带有暗色的横纹 凤头苍蝇是标准的森林性猛禽 它们身体腹部上下的这些横纹 让它们在森林当中像是树枝穿插一般 产生隐蔽的效果 更是属于一种肠胃的鸟类 这些森林性的猛禽 它们的翅膀都不太长 避免它们在森林当中飞行的时候受损 而它们的尾羽会比较长 有利于它们在森林当中穿梭的时候 比较容易变换方向 凤头苍蝇它们一共有11个牙种 而在东北亚的地区分别有普通牙种 以及台湾的牙种两个牙种 而普通牙种主要是分布在中国大陆 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海南等地 而凤头苍蝇它们在台湾也有特殊的台湾特有牙种 大约在十多年前 台中市野生动物保育协会的林文龙博士 便曾接到民众在市区捡获到的商鸟 但是由于凤头苍蝇它们大多分布在中低海拔山区 当时的这些受伤的凤头苍蝇幼鸟 都是被认为是偶然不小心经过都市 而不小心受伤然后才被民众捡到 直到有雏鸟被拾获 才确定了都市里头真的有凤头苍蝇定居 只要是在一个环境当中树木够多够大 就算在都会区里头的公园也能够适应的非常的好 像是台北、桃园、台中等地的大型公园 近年来都有观察到凤头苍蝇繁衍的记录 在市区繁殖的凤头苍蝇主要吃的东西有哪些呢? 根据目前的观察喔 像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麻雀啦 以及鳩科类 还有小型的哺乳类 例如钩鼠啊、赤腐松鼠等等 而凤头苍蝇它们捕食的时候 大多是停在树上面等待 锁定猎物之后啊 再采用那种急速俯充的方式下去做猎物 因为赤腐松鼠它的身手灵活 凤头苍蝇的成功率大约是十分之一 不过捉到的主要还是那些比较年老、比较体弱的松鼠啦 偶尔在野外也有可能会去吃一些潘西类 而它们捕食的猎物整体来说啊 鸟类的食物大约占七成左右 因为这种老鹰呢 它们非常喜欢吃鸟类 更是鸽类的天敌 所以有些人就会叫它们打鸟鸥或者是粉鸟鸥 可想而知这些鸽子啊、斑鸟 看到它们是有多惊恐啦 而这些肉食主义的猛禽 我们比较少观察到它们会去喝水 它们多半都直接从食物当中获取水分就足够了 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凤头苍蝇的繁殖资讯 也就是现在大安森林公园每天都在直播的精彩画面 每年的3月到6月是台湾北部凤头苍蝇的繁殖季 而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的凤头苍蝇育直播计划 最早是从2017年开始摆科技与生态保育的观念新奇所赐 大众对于这方面的资讯越来越关注 凤头苍蝇的育蝇直播曾经在2020年创下超过1100万人次的曝光率 原则上凤头苍蝇一年繁殖一次 如果在繁殖前期失败有可能会再尝试一次 这几年在台北市区繁殖的凤头苍蝇大多是生两颗蛋 而刚离朝的小凤头苍蝇他们还没有具有独立的生活能力 还是需要靠父母持续提供食物 而且晚上他们还是会回到原本的朝内来睡觉 随着他们慢慢的长大到朝外探索的时间也会慢慢的增加 此时双亲便会开始在附近的树上以食物去引诱他们 从短距离的飞行开始离开草树 而这也是最容易落到树下被捡到救伤单位的时期 但森林公园出生的幼鸟离朝之后 大概会在公园里面活动一到两个月 而但森林公园里面的树木很高大树林面积也够大 才能够有足够的生物量来维持凤头苍蝇一家的见识需求 加上附近的小公园、行道树以及校园串起的绿色地带 更能够为凤头苍蝇提供比较稳定的御厨地 但森林公园上空能够看到的猛情也越来越丰富 不只凤头苍蝇包括了我们刚刚影片前面有提到的大观旧 还有东方风鹰等等 大家如果是住在台北的话天气好的时候 也可以带着望远镜好好观察鸟类的生态 我们最近也可以上猛情研究会的YT频道观看24小时的直播 而观察这些野生动物也都将会是我们在自然界最棒的老师 除此之外在这段期间因为凤头苍蝇在都市的适应性非常好 所以也是有可能会捡到凤头苍蝇的幼鸟 猛情研究会也呼吁了 如果各位真的有幸发现了猛情相关的生物 也要记得通报单位捡到的时间、地点 因为有些鸟只是刚学飞摔下来 如果没有讲地点就没有办法帮助它们母子成员 所以大家也要记得这些重要的小细节哦 那今天的影片简单的认识一下这种美丽的猛情 也了解了更多跟凤头苍蝇有关的习信与介绍 也相信在未来还有更多更多的内容值得我们仔细加以探究 也还有很多动物的未解之谜 那就期待未来可以在这个频道跟各位陆续做分享介绍啰 那荧幕前面的观众喜欢凤头苍蝇追踪鸟类吗? 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 相关的参考资料与直播连结我也都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并且分享 我们也将持续在每周晚上10点更新更多 跟台湾动物有关的知识内容哦 我是爱台湾的杰克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